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阵指数我们看到呢 它是在周三轻微下跌大约是0.3%之后 昨天也有轻微的反弹 但是幅度也依然比较小 在0.2%以内 但是呢 中国的A股指数 上阵指数依然是保持在3200点之上 所以现在这个3200点的这个价格依然是站立的比较稳 那么欧美方面呢 英国 法国 德国 昨天整体来说有轻微的下跌 而美国三大指数呢 则继续在刷新高 其中道琼斯和标普版呢 继续创出新高 纳斯达克则有轻微的横盘 那么在其他方面 这个油价昨天到现在为止呢 也继续保持在48块左右 黄金价格呢 则因为这个股市的上涨 在前一天曾经有20美元以上的暴跌 但昨天整体呢 依然不变 保持在了现在的1180左右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现在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今天就说一下的是这个周五题外话 那么通常来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11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金融市场呢 看上去呢 普遍都会有一个上涨 那是不是每一年11月份呢 都是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在西方金融市场里面 传统意义上来说 每年的投资者呢 都在固定时期 有一个固定的心理暗示 换句话说 我们就知道呢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sell in May go away 就是说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股票或者是金融市场走势比较低迷的时期 投资者呢 一般会在那个时间选择暂时离场 而到了11 12月份 圣诞节前夕 股市这个时候的整体走势就会比较好 那你问我为什么呢 我还真不知道 那但是从过去30年的数据来看 五六月份的走势呢 的确是没有11月或者12月的走势来的好 那可能呢 一般投资者 一般不好的消息和新闻都会在年中发布 然后经过半年的消化之后呢 到了11 12月份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因此呢 这个情绪就会好转一些 或者你也可以说城市呢 节之前 大家是想赚一把钱 然后呢 开开心心去过年 但是你这些呢 都是一些 这个不是非常合理和符合逻辑的解释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啊 它就是非常的奇怪 你说它为什么一定是五六月份跌 它也不一定 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过去30年里面 大部分五月和六月的走势呢 或者价格没有11月二月份好 这个的确呢 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这个事实 因为毕竟今天的这个事情 或者说这个话题呢 我们只是帮它把它当作一个题外话 小笑话来说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大笔投资的话呢 在考虑进场时机的时候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月份的问题 所以有些事情啊 你说它真的没有 也听上去也有点像 你说真的是百分之百靠谱呢 它也不一定有一个合理科学的解释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 你说具体要怎么操作 我想呢 我们还是心里明白就好 但实际操作还是要以科学的价值观去考虑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经常说到了 这个在过去的一个月两个月时间里面 美元由于它加息的预期越来越大 因此呢 其他货币的价值都有不同程度下跌 那么我们可能华人媒体圈里面经常说到的 就是人民币的币值在下跌 从这个6.7到6.8 现在到6.9 现在呢 已经逼近了6.95了 而其实在主要非美货币中啊 人民币它并不是下跌最多的 那什么是下跌最多的呢 是欧元 欧元我们知道在2008年曾经最高的时候呢 跟美元的汇率高达1.58 也就是说一欧元可以兑换1块5毛8的美金 但是如今今年早上最新价格呢 一欧元只能兑换的美元 仅仅只剩下了1.05也就是说1块05分 下跌幅度呢 高达33%以上 那么欧元为什么现在会如此下跌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有三方面 第一 毫无疑问呢 就是由于欧洲整体目前经济不好 导致欧洲央行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实施量化宽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印钱 同时呢 欧元的利息现在也是一个负数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欧盟 这个英国的退欧 英国的退欧呢 是直接打击了英镑以及欧元自身 使得投资者呢 对于欧盟以及欧元未来的信心 是大打折扣 那么第三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在明年年初 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总统大选 这个不确定因素也是导致现在投资者呢 对于欧元没有信心的原因 那么除了欧元之外呢 其他货币呢 当然日元也在下跌 然而英镑和人民币它的走势 或者说英镑和澳元呢 这两个货币 它应该说是走势在过去的几周 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劲 虽然英镑也下跌了 澳元也下跌了 但是他们的跌幅对比人民币对比欧元和对比日元来说 要远远少得多 那我在之前几个星期之前说到 英镑当时是创出了31年以来的最低价 那我们知道虽然英镑创出这样的新低 主要原因是由于它要退出欧盟 但是只要它在退欧这个历程中 有任何的拖沓 或者是主观上的这个拖泥带水的情绪出现 那英镑就会反弹 所以说在过去两周呢 先是英国首相出来说话 接着英国的大法官又出来说话 在法律上需要多少多少时间 因此投资者目前就认为呢 英国是故意想要延长退欧时间 那从而达到呢 半技术性的无法退欧 这么一来的话呢 就直接导致的呢 现在是欧这个英镑对于美元的汇率呢 从底部31年的最低 已经大幅反弹上了400个点 所以说每个国家对于美元来说 虽然总体上依然是处于一个劣势 但是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的特点不同 它的币种呢 所对应美元的跌或者是涨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投资者呢 在做这些交易或者货币的时候呢 应该了解这个国家的整体大经济环境 和政治环境 来帮助我们做出判断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